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男生是可以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指点的吗 我可以啊 没有问题啊 但我会反击的嘛 但你说反击一个女孩不能太过分 所以你只能用这样的方式 比如老师啊 什么前辈啊 这样的东西去恶心想她 看到这里所长只想说一句 你俩确定是在互怼吗 所长怎么感觉好像又被狗粮喂饱了呢 所长先和奶们说 接下来将有一波强势狗粮 请吴好奶们的小心脏 今天中午傅心博在微博发文 称 我把我们交给时间 我把自己交给你 说完还爱他的影儿 紧接着影儿转发这条微博 并说道 有你真好 哎呀呀呀呀 这是赤博果公布恋情的节奏呀 此话一出 评论区的网友们纷纷开启送祝福模式 表示等了这么久 你俩终于公布了 这把狗粮我们吃得心甘情愿 话说其实这并不是两人第一次撒狗粮 之前在真人秀里 就已经制造一波又一波惊喜了 傅心博不仅为影儿唱了专属情歌 俩人还直接在节目里上演了case戏码 这画面简直满屏都是恋爱的味道啊 来来来 奶们感受感受 我们来了第二季 本周将继续完成佛山体验之旅 这回他们还集体上演了一出新黄飞红 只见两奖新气场全开 反穿黄飞红 调威亚拍打戏全都不在话下 瞅瞅着自信的眼神 还有这无影角绝招 主谓呀 这版黄飞红你给打几番 再来看看姑姑陈妍希 长怕飘飘 上了李麦克 仿佛又回到了小龙女时期 在一个满自两得 而唐一新就大胆挑战起了丑角 标志性的爆牙太明显 这不就是牙擦苏吗 不过唐一新这样英气十足的爆牙妹 别有一番味道呢 宋倩这边也反串起了公子扮相 一身红衣 音姿飒爽 妥妥的美男子一眉 只是为啥要和唐一新沈梦辰一起带爆牙呢 说好的偶像包袱瞬间碎一地 最后再来看看我们的关之林姐姐 换上小洋装 完美还原当年十三一一绝 令所长脑子里满满的都是回忆 而且看这照 他还和蒋新版黄飞红 上演了轻轻一幕 想想都激动呢 所长已经迫不及待要看节目了 奶奶呢 都说剪短发会上瘾 这话放在赵宁颖身上 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前不久一里营宝才把头发剪到了肩膀处 日前其工作室再放出营宝最新造型 只见你影彻底将短发剪到了耳朵处 不过咱营宝颜之高 偷住短发轻轻松松 精致的小圆脸 配上这小卷发 俏皮又可爱 像个羊娃娃一样 而且抢劲的不仅有短发 还有这细出新境界的小眉腰 再加上赵丽颖着微微一笑 果然很清晨啊 有没有 所长表示对这样美的你影 没有一点抵抗力啊 网友看后也纷纷开启表白加暴走模式 还有网友评论说 穿条纹上衣的这张壮脸的羊蜜 嗯 美都是相似的 大秘密营宝 两个所长都好稀范 前段时间冯小刚的一番垃圾电影论 和垃圾观众论 遭到了许多网友的beats 日前在节目上 冯导正面回应了被骂一事 还感叹在中国做导演真的好难 我们在说你们观众在骂垃圾电影 对 为什么有这么多垃圾电影 但是为什么那么多垃圾电影 你们骂的电影 它有那么高的票房 对呀 这个是 它是不是因为你们看 鼓励了那些制片人 对 抢钱 那我就指出这问题吗 因为大家说不要说假话 要说真话 对 我说了真话 大家不接受 所以你知道在中国做一个导演 是非常难的 非常难的 不仅这一垃圾电影事件 因为心直可快 冯小刚一说话总是被推上炮轰 或者是小刚炮的标签 对此冯导也是有话要说 原来我也是在想 我其实是在说一件事 对呀 一般的这个新闻发这稿的时候 他为了能够比较耸人听闻一点 对 标题 他都会加上一个冯小刚 炮轰谁谁谁 对 实际上我 我不是在炮轰 我就是在讲一个事实 今天电视剧黄泉一天下 曝光全阵如海报 奶们赶紧睁大眼睛 跟着所长来铁平 话说陈坤这个大中分造型 长发都已经过腰 还有你坤这霸气的坐姿 奶们感觉到杀气了吗 那边有霸气的陈坤 这边妮妮扎着丸子头的样子 也十分英姿色爽 俩人还在大雨中 合打一把伞 看两人的表情 就已经对剧情期待满满了 有没有 而在这张海报里 妮妮躲在白静廷身后的样子 十分可爱 这张海报不仅分分钟 换起了网友们 对妮妮同鞋的保护欲 迷妹们更是瞬间 被小白同鞋的古装照潦倒 纷纷开启为小白打抠模式 话说这部戏 不仅有陈坤妮妮白静廷 王欧 袁红 张小陈 赵立新也都来了 看看人家这阵容 演员们各个演技在线 颜值爆表 所长已经迫不知待想要追剧了 奶们的小板倒让搬过来了嘛 就在找一个世界 我和你 不愿放心的事业 去一去 身边是风雨 雷和电 随我同行 Go my way Go my way 我只想伴随着我的心情 放纵着我自己 随我一起 丢起了 待会儿 你